网球比赛中的心理问题 网球比赛不允许教练现场指挥 所有的压力和问题都需要运动员自己面对,自己解决 即便是费德勒,在职业生涯早期,也会在丢分中怀疑自己 如何让自己在比赛中不因为丢分,影响自己的情绪 保持镇定自信的心态,放松打出每一拍击球 是每一个想要在比赛中获胜的球员必须面对的问题 费德勒在对长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2024届毕业生发表了毕业演讲 其中就提到这个问题 他给出一组数据,在他职业生涯中打的1526场单打比赛中 他赢得了将近80%的比赛 然而,在这些比赛中,他只赢得了54%的得分 换句话说,即使是最顶级网球选手 也只赢得了他们打的分数的一半多一点 当你每次失去一分时 你要学会不要究竟与你一击 你要教会自己去想,这只是一分而已 费德勒说,我告诉你们这些的原因是 当你正在击球的时候,击球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但当你击球之后,这件事就已经过去了 这种心态真的很关键 因为它能让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下一次击球和再下一次击球 保持高度的专注和敏锐 费德勒说,你要成为一个在艰难时刻中游刃有余的高手 对我来说,这就是冠军的标志,世界上最优秀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每一分都赢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并学会了如何应对 人生里,我们总是会遭遇一些失落和挫败 就像考试失误,比赛失利或是演讲不顺 但那种It's only a point的心态,真的是个宝贝 它让我们能重新面对困难 让我们能更加冷静和专注地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你知道吗? 这种态度,其实和道家思想中的随遇而安有点像哦 国学大师傅佩容老师说的那个转头就忘 真是个大智慧 不论你之前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 赢得了多少赞誉 你都要学会放下 不要让那些过去的荣耀成为你前进的羁绊 在生活和比赛中 不管是得分还是失分 都只是一个分数而已 我们要学会放下过去 不被外在的境遇所困难 迅速从失败或成功中恢复过来 专注于现在,专注于下一步 这样,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呢 费德勒说 你要前进,不屈不挠 适应并成长 这是西郊费德勒 欢迎点赞,评论,收藏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